为什么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美国 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 于2月21日发了一篇推文 表示美国总有一些人 声称中国要在世界上取代美国 事实上他说美国对华 发动了一场疯狂而歇斯底里的舆论战 甚至指责中国想把联邀国宪章 和世界人民宣言扔到窗外 华春莹这样写道 别逗了 想想是哪个国家在利用虚假信息 对伊拉克 叙利亚 阿富汗等国家 发动战争 干涉别国内政 甚至推翻别国政府 他接着列出了十个原因 说明中国无意把自己 变成另一个美国 原因一 中国从来不对少数民族进行屠杀 掠夺或种族灭绝 从来不允许发生 我无法呼吸这样的事件 原因二 中国从不允许百分之一的人口 拥有相当于百分之九十多人口财富的总和 原因三 中国从来不允许其人民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 更不要说让孩子们在校园里被枪杀了 这我可以向大家提供一些最新的数据 截至今年三月二十九日 美国今年头三个月内已发生了一百三十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死亡人数为一万零一百二十四人 包括四百一十五名儿童和青少年 此外呢 根据有关专业机构的报告 每一百个美国人今天拥有的枪支 大约是一百二十支 英国这个每日邮保不久前也发文称 美国正在开始经历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年 华春莹接着写道 原因四 中国不允许毒品问题困扰国家 并导致每年十万以上的人死亡 原因五 中国从不侵略别国 不搞殖民扩张 原因六 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从不在国外寻找和扶植代理人 原因七 中国从来不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欺骗 谎言和盗窃上 中国把这些视为耻辱而非骄傲 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这句话的背景 就是2019年4月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在一个演讲中他这样说的 他说我一直有种很深刻的理解 任何一位国务卿在刚上任那一天 就能认识到这个外面的世界 是一个棘手的世界 到还是一名西点军校学员的时候 西点军校学员的格言是什么 绝不撒谎 欺骗 盗窃 也绝不容忍有此类行为的人 但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 我们还有一门专门的课程 来教这些 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下面听众热烈鼓掌 这就是真实的美国 蓬佩奥讲这番话是漫不经心的样子 他还听众的一片掌声 这本身又说明了美国霸权主义政治文化的特点 美国做事也可以如此没有底线 难怪国际社会现在用流氓超级大国来形容美国 华智雲接着说 原因八 中国从不称霸世界 不剥夺任何国家地区的发展权 相反 中国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 原因九 中国从来不会为了胜利 而不择手段的削弱或消灭对手 相反 中国专注于提升并超越自己 原因十 中国从不像流浪的气球发射导弹 而是投资建设更好的铁路 让人民享受安全和健康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通过国际比较 特别是中美比较 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看得更为清楚 现在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漫马 已经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 正如秦刚外长不久前所说的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这办不到 我记得2021年1月6号 美国国会大厦沦陷的时候 黎巴嫩常驻联合大使 穆罕默德萨法先生 就发了一个后来在网上 疯传的推文 他这样写的 如果美国看到 美国正在对美国做的事情 美国肯定会入侵美国 并从美国暴政的手中解放美国 我后来在不同的场合 多次引用这段推文 调侃美国民主的衰败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